中共新任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上台至今已过半年 他们的执政走向日益引发外界关注 最近有大陆资深媒体人向外媒分析说 目前中共高层在幻想走一条 与当年纳粹德国类似的国家社会主义之路 但是中共近十年来的暴力维稳 打压出的七种新生反对力量 已经让中共陷入重重危机 请看一下报道 日前大陆资深媒体人 原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李伟东 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 中国问题的根源是政治体制 但中共并不想进行改变 而是习惯采用高压方式来维稳 这使得中国大陆成为一个民怨沸腾的高压锅 最近十年来 中共至少打压 催生了七种新的反对力量 问题十分严重 这七种反对力量包括 多达几千万的湿地农民 退伍转业军人 宗教反对力量 边将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抗力量 强拆司法冤案 以及下岗带来的大量上访人员 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毕业生 知识界 由于中共暴障的肆无忌惮 对各籍百姓的这种迫害 使得大部分国民逐渐的觉醒 觉得不能再逆来顺受了 所以他们有一种意愿 要反抗这个暴障 深圳政论专栏作家朱建国也谈到 1999年以来 中共加强了对传媒的控制 这是新型反对力量产生的关键原因之一 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要 首先我想要放开媒体 议论 网络 但是他们现在还想把微博 把什么东西都把它控制死掉 所以都是自己给自己 那天有家伙了 法广报道 习近平上台半年来 中国的政治经济两个领域 出现不同的左右两个方向 李克强大力推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但在政治领域 习近平推出的梦论 邪论和三个自信等说法 却明显带有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的倾向 这说明习理体制还没有形成 也说明在习近平的政改理念中 并无普世价值 政改目的无非是加强党的领导 对此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建 向新唐人表示 实际上中共一直在不断变幻花样 进行政改 但只要维持一党独裁 政改之路就根本走不通 无论习近平提出什么 各种各样的论调都走不通 因为中共建政以来 它无数次运动都是一种政改 我们都认为可以叫做一个政改 包括文化大革命 它也是一种政改 原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副教授李元华也认为 目前对于习近平来说 实际上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是顺应解体中共的历史潮流 任何的所谓的维护这个政党 使这个政党去延续 或者使得他自己的最高统治得以巩固 跟各利益集团搅施杀或者是利益交换 都是没有结果的 法广的报道还表示 习近平希望延续共产党执政和未来十年的平稳 中共目前走的是国家主义加民族主义的 所谓红色帝国之路 也就是纳粹德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国家社会主义之路 李伟东强调指出 实际上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因为中共不愿顺应潮流进行根本的政治变革 这也使中国经济的危机将不断加重 社会前景堪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